8月15日狗云会出席商场活动 到前数位承扫热门候选人的她 很长一段时间都代言不断 商版前承扫熊带琳的身价却急速下跌 而目前郭富城又传出新欢夜稀奇 不知道狗姑娘担不担心自己的命运 变得跟熊带琳一般呢 我觉得我自己 因为这一阵子都是蛮拍戏 所以我觉得对我的影响也不大 因为主要都是在工作Drama上面 那至于外面的秀 我都是Lucky啦 都是身边的PR都还蛮照顾我的 所以我觉得还好影响不大 工作虽有公司安排 但依否不标准的广东话 可是狗云会的硬伤 身为台湾人的她 与金刚曾立商机贾校城 一直被视为商阴四人组 此次于正在热播的古装剧 情历三世元中也惨遭TVB重新配音 当时拍的时候 他们就是我的对手 好像欧阳振华 然后还有袁卫豪 他们就教我就是每一段对白 就是加一句就是出口 希望就是有那种骂人的感觉出来 结果整套戏拍完了 我的出口学得就脏话学得很好 但是那个气势没有在 所以很无奈就是商量之下 还是觉得找一个人来配音会好一点 狗姑娘这也学得太没重点了吧 自知不足的她还笑颜希望有机会来内地拍剧 这样就能说自己习惯的普通话了 乐视娱乐香港报道